吉特强调所有决策都是为了球队 资料照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吉特Derek Jetter入主马铃鱼后 大动作送走明星球员的众多决策引发球迷强烈不满 吉特表示能体谅球迷心情 知道许多决定不受欢迎 但坚持球团有长远规划 所有决定都是要让马铃鱼成为令全大联盟羡慕的球队 并且能长久经营下去 我能理解球迷们的沮丧 但我是这样看事情的 近年来要想拉观众进场 看球是个很大的挑战 就我所知是因为球队一直都不太会赢球 所以如果场上摆的不是能赢球的阵容 就必须做出改变 吉特说他在上任以后已陆续送走联盟MVP 史坦顿 G.A.K.L.S.Danton 高登 D.Garden 叶利奇 Christian Yaleich 等人 这是一支从2003年就没打过几后赛的球队 已经好几年不知赢球滋味 在我看来这是不被接受的 球迷们也不会接受 我们唯一能修正的办法就是做出一些改变 我知道这决策并不会受欢迎 吉特在一场公开活动中当着数百人的面说道 有观众提问球员为何被交易以及球队未来规划为何 吉特回应球团已有长远决策确保球队能长久经营下去 唯一方法就是投资小联盟系统 球员发展以及球探部门 球队能长长久久靠的就是把球员升上来 吉特说再次强调自己明白现阶段的决策不会受欢迎 但所有决定都是为了让球队更好 吉特表示能体谅球迷心情 资料照美联社我打了20年以上的球 相信我当我还是球员的时候 我没什么耐心 一切非常简单 要骂赢要骂输 现在换到管理阶层的位置也一样 非赢即输 吉特说保证所有决定都是要让马铃鱼成为最棒的 全大联盟都会羡慕的球队 这支球队的每一个人都会为了保住饭碗而努力工作 这就是我的态度 也是整个球团都会有的态度 吉特表示球队已经获得许多很有天赋的球员 未来大家会以场上阵容为荣 同时他也清楚地把球迷早回来 不忘强调球队决策已得到合伙人支持 我知道外面有很多负面评价 尤其是媒体 但我们已得到许多合伙人们的支持 这段旅程需要大家陪伴 我不会用重建这个词 因为这听起来有点像负面字眼 我会用建立来说 我们正在建立某个东西 为了持续建立下去 我们需要合伙人 不管是合作厂商 计票 持有者 或者是我们所有的球迷 吉特说 吉特对于马铃鱼的未来有信心 资料照 美联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